Hello 大家好 今次跟大家介紹一些敏感肌膚、濕疹 玫瑰座瘡都用到的產品 就是處理痘痘的 沒錯 如果你是敏感肌膚 或者是一些濕疹的肌膚 跟其他人的肌膚很不同 因為你本身的表皮油份比較少 如果你亂擠它 按它 用了一些果酸的產品 很容易拿到敏感 擠到敏感 有月球的凹凸凍 很難處理 而且有機會翻發一些敏感肌膚 所以用的產品都要比較溫和 今次會介紹一些產品 適合敏感肌膚 在爆瘡的時候怎樣處理 這個Super Heal 大家都不陌生了 如果用過的話 給我們一個Like 因為它除了處理一些濕疹敏感的時候 如果處理一些炎症 荷爾蒙瘡 暗瘡的菌的時候 它那個Olive Gel的橄欖多酚都可以處理到 跟其他一般 例如Squaline 其他橄欖油是很不同的 因為它那個橄欖多酚比其他多出幾十倍的 而且它很快就可以幫你處理敏感肌膚 而且也是可以每天使用的 懷孕都可以使用這個 好了 其實敏感肌膚都需要做角質的處理 不然的話 香港一些空氣潮濕 細菌在皮膚內耐了就很容易 吐成一些座瘡甚至一些走米 這兩個就適合一些敏感肌膚用的 甚至是玫瑰座瘡的 這個就是Active Anxia 裡面有一個很特別的成分 我很喜歡 就是木粟 在我們喝的True Greens 是有用的 在草本的成分 這個面膜我會有問題的時候 我會吐住它半個小時至一個小時 將它慢慢淡化和處理 比較溫和一點的處理 你第二天見到一些瘡和龍頭 就很快遮光 而且是很舒服的 而且它一點都不乾的 用完之後你還會覺得 咦 滑了那麼多的這個 它的質地比較特別一點 而且它有淡淡的蜜糖味 可以說適合敏感肌膚 這個孕婦都可以用的 第二個就是Papaya Anxia 就是用木瓜的原理 就是吃了你表皮的死皮 骯髒的東西 處理一些表皮的東西 就是比較柔軟一點 這個譬如說孕婦的時候 皮膚很暗很黃的時候 這個不會一星期做一次去黃 以及幫你更新周期 讓你的肌肉循環好一點 沒有那麼變黃麵婆的 好了 另外還有一些機器 還有一些油都適合敏感肌用的 第一個 如果你的瘡瘡是比較濃 很大顆的 這樣就可以用BI加C 它裡面有一個黑紫草油的 就可以做出消炎 殺菌 還有也可以處理這個濕疹敏感的問題 如果不是的 你看到毛孔是塞了 黑頭比較嚴重 就可以用Gentle的 JO加L 芬衣草加這個組造巴油 記住 滑影的時候 我們避免用一些 這麼濃度高的精華 這些芬衣草 或者一些Essensile Oil 因為滑影的時候 那些荷爾蒙變得很厲害 就不知道哪一隻用得 哪一隻不用得 我們開頭的時候 什麼都不用的 有需要呢 這個也可以混合和配合 BI加C 或者JO加L 各一滴塗在黑頭位置 或者暗瘡位置 表皮和底層都可以幫你做清潔 如果過一整天 都感覺到出去做針清的時候 真的很痛苦 回來又發炎又紅 又起這個凹凸凸 亂之之的時候 不如買一部機 回家做針清 或者處理一些暗瘡 因為其實暗瘡真的不需要針清 只要塗一些東西 它的菌和骯髒東西 是自己會走出來的 尤其是LIFE STEAM 我們都賣了很多年 這一部 而且都是很努力 這部機最主要是 我很喜歡它 就是因為它還在美國製造 因為很多時候 美國品牌的美容儀器 已經在大陸 台灣 甚至是其他東南亞生產 它的效用性和保用性 我覺得差很遠 始終是Made in US 都是值錢很多的 這個呢 我用藍光 都幫你做消炎殺菌 如果有一些龍頭 很嚴重的荷爾蒙瘡 它一兩天幫你消炎 全都借 不需要擠 但如果裡面是有細菌 它第二支幫你扯出來 所以下面那顆白色龍頭 就會沒有了 就完全是不需要針清 這個針清其實已經是很落後的 不需要針清的 這個就是Lycine for Acne 而且它比較細部一點 如果你日常用 每日用 想用來清這個黑頭也可以 因為它只照在一些細微的位置 是非常之好的 這個Lycine for Acne 在飲食方面 暗窗的朋友 記住 少點吃點煎炸油膩 或者熱氣的花生 朱古力 因為都會影響你的腸胃問題 然後你下巴這個位置 就會長了很多瘡瘡 喝多點水 你會看到皮膚會大大改色 還有沖走一些毒素 如果想在水裡再加多一點的東西 我會加Restore 或者Chillgreens Chillgreens裡面有益生菌 以及木粟 剛才木粟講過 其實可以幫助我們 草本的成分 幫助我們清清腸胃 毒素 沒有那麼容易起豆豆或者發炎 這個也可以幫助我們 減少重金屬 或者平時吃的荷爾蒙的食物 都可以幫助我們清清 而Restore 我非常之建議一些大肚子喝 因為它可以幫助我們保持水分 幫助我們身體的PH值 調節鹼性中優 如果有尿酸的朋友 也可以改善尿酸的問題 因為它是全鹼性 可以幫助我們飲食方面 做一個偏簡性 因為平時我們吃的 汽水、薯條、肉類都是偏酸的 如果是身體偏酸的時候 容易有些不好的東西出來 例如豆豆 或者容易不舒服的 希望大家喜歡這次 適合敏感肌膚處理豆豆的影片 有了